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3月25号星期六的大台中新闻 拥有120年历史的清水国小 里头的校舍从日治时期就保存到现在 是海鲜地区最具特色的古迹小学 但其中仅邻学校的11间教室宿舍 过去因为年久失修 建筑物是残破不堪 在多方争取之下 市府也编立了7000多万元进行整体修复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供期过后 这一天上午校方也特别举办了 落成启用典礼 还请这新校舍顺利完工 手拿扇子十多位小朋友 穿着改良式的日式服装 在台前手舞足蹈 展现出十足活力 紧接着在倒数升下 台中市长林嘉隆和各界嘉宾 一起剪下彩带 欢迎清水国小日式宿舍群 顺利落成启用 我们的日式宿舍 总共是7000万的经费 但是它的造价只有5000多 所以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不过能够这样子的复原 已经是非常美丽 而且令人骄傲 这个实在是群策群力的结果 将来我们还是以学生的教学为主 我们原有的老旧建筑 现在看到的日式宿舍群 过去我们包括地方的人 是努力的奔走 希望让他保留 然后加以重新修建 所以今天可以看得到 这是清水国小的骄傲历史 同时也未来会变成是一个重要的观光文化休闲的景点 一整排锦铃学校的11间教室宿舍 从日治时期就保存至今 但过去因为年久失修 建筑物残破不堪 幸好经过地方的多方争取下 师傅也决定编列7000多万进行整体修复 而来自日本外务副大臣夫人暗置箱子 这一次也受邀来台见证 并期盼借此加深台日之间的友谊 现在今天的这个启用典礼 也是因为就是我们的这个在经过两次地震之后 还能重新在这个整修 那很高兴能够参加这几个典礼 包括像胡心亭 还有非常多像白冷郡 以及各式的这一些学校 那我们希望作为台日交流 清水国小 透过教育文化的话 应该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媒介 校方也表示 未来新落成的日式宿舍 一部分将作为学校行政和教学使用 另一部分则是打造成文创空间 协助在地文化能够得以记录保存 并预计从4月份起 开放给学生报名住宿 体验独特的日式古迹文化 记者曾博翰台中采访报导